中超第28轮比赛 最受期待的必然是即将在天河体育场 打响这场是关最终冠军归属的护月大战 两队最近状态都相当不错 特别是上岗近两个赛期 以来打恒大越来越得心应手 本赛季他们以两分的优势领先恒大暂去几分榜榜首 所以在联赛仅升三轮的情况下 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只要是比赛就会有输赢 但是由于联赛实行的是基本质 所以还有一个平局的选项 从现状来说 结果一 上岗如果能够在天体取胜 那么五分的优势基本可以确保他们100% 拿到本赛季的联赛冠军 结果二 如果平局各得一分 那么他们将继续保持两分优势 大概下多冠 结果三 但是如果输球 那么恒大就会反超 上岗的第一座冠军 可能就要延迟了 所以 对于上岗来说 他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在天体不败 全身而退即可 而对于恒大来说 为了征冠 为了八连冠的记录 他们只有求剩一条路 这时候就有了战队的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 采访了十家媒体人 最终有大家支持上岗不败 而只有两人相信恒大会赢 下面就是具体的战队结果 让我们看看大家的观点都是什么样子的 上岗胜 杨子晚报账号 李旭 恒大上岗平局 门会报沈雷 田津月报设委 马德馨 赵宇 上岗不败 泰山晚报 牛志明 岑肖 恒大胜 河南上报 刘开吟 大连晚报 于阳 最终如果按照直接影响 争冠形势的结果区分 那么就是上岗不败 欧恒大胜 战队结果就是八抗二 上岗在大家的观点中 还是占据着领先优势的 不知道上岗会不会赢了大热必死的FLAG 不过毫无疑问 但是这场天王山之战将激烈无比 这场比赛 无论结果如何 胜出的那一方都配得上最终的联赛冠军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